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芳 欢迎大家来到阿芳的编制课谈 今天这期课呢 阿芳给大家带来一款多功能的微博 它可以当微博 还可以当发带帽 我们可以招丸子头的时候 可以把马尾露出来 把这个丸子头露出来 等一下阿芳会专门拍个视频 给大家试带讲解一下 我这个呢用的是粗的松鼠绒 一团呢还有剩余 钩针呢 阿芳用的是5.0的钩针 因为它这个松软一点 比较舒服一点 大家如果是勾帽子的话呢 可以用4.5的或者4.0的哈 我们呢是从这里起头 我勾的是网隔针 总共起了20个网隔针 给大家量一下我这里多少哈 比我们的头尾稍微小一点点哈 不要跟头尾一样 你看 我这个是总的长度是52 我的头尾是56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比我们的头尾小一个几厘米 我们先打个活节 把它拿开来 然后就123 勾针烙线 在这个活节里面勾一个长针出来 这就是一个网隔针 再来123 好的继续 在这里调一根线 在这里调一根线 从这里勾出来 勾一个长针 两个 三个 大家如果针法跟我一样呢 也可以起一个20个 用粗一点的针 用5.0的针哈 也起20个网隔吧 差不多 头一大一点小一点 它都能 因为它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弹力的 大家看一下哈 好的 自己完成吧 后面还差十几个哈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个20个网隔 起好了 我们给它 手尾相连 中间这样给它 铝平一下哈 不要扭了 找到第一个网隔 把这个勾针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 我们直接 在这个网隔里面 第一个网隔里 给它 勾一个引拔针 好的 一二三 继续在这个网隔里面 勾长针 刚才这个起立针 三个所针 就是一个起立针 代表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还在 第一个网隔里面 再勾两个长针 好的 下一个网隔里 我们也勾三个长针 也就是说 我们的总针数呢 是 20乘以3 就是60针 60针它是4的倍数 我这个花形呢 是4针为主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针数呢 第一圈的针数 要求是4的倍数 好不好 姐妹们自己完成哈 在每个网隔里面 勾三个长针 看到吧 就是在这个网隔里面 勾 勾三个长针 好不好 好的 姐妹们 勾完这一圈呢 我们在这个起立针 第三个手针上 给它引吧 现在我们开始勾这个花形了哈 123 这是一个起立针 然后我们还在这个起立针这里 我们再勾两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花形 三长针 两锁针 一个长针 好的 现在我们跳过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跳过三个 我们开始下一组 下一组的第一针上 还是这样的哈 就是勾三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好的 第一针我们勾的 三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然后第二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我们跳过去不勾哈 再勾下一组 我们四个针目为主 四个针目为主 就是第一针上 我们勾三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我们空着不勾 就是跳过去哈 大家自己给它完成 我们这个花形呢 是四针 两圈为一组 好吧 好的 前面们勾完这一圈呢 我们还是在起立针 这里引吧 这第一组的第一圈 我们就勾好了 看现在开始勾第一组的第二圈 我们把这个线引拔到这个 两个锁针这里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好的 开始 一二三 这三个锁针呢 代表一个起立针 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捏住这里 再勾两针 这两针呢 跟我们这两针锁针是一样的 是间隔针哈 然后还在这里再勾三个长针 一二三 好的 这第一组我们就勾好了 看到吧 再来一次哈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三个长针 这第二组呢 第二圈跟我们第一圈的勾法呢 刚好相反 看到吧 第一圈我们是三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第二圈呢 我们是一长针 两锁针 三长针 这样这两组的花形 这两圈的花形 刚好是相反的 看先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再勾三个长针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勾好了哈 大家自己给它完成这一圈 勾完这一圈呢 我们第一组就勾完了哈 好的姐妹们 我们第一组呢 就全部勾好了 勾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组 第二组的方法呢 可以重复第一组 我们怎么引拔呢 直接到这个线圈里面 看到吧 到这个线圈里面 给它引拔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一二三 勾一个起地针 再勾两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这个呢 我们就重复了 第一组的勾法 一样的 两圈为一组 现在我们第三圈呢 又是第二组的开始 看到吧 姐妹们 第三组参照第一组 第四组参照第二组 大家就这样勾 勾多少呢 像我这个呢 我总共勾了 看一下哈 勾了四组半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总共勾了九圈 这个呢 是最后一圈是花边 跟大家量一下哈 我这个好像是18厘米 看18厘米 大家如果不喜欢这么高的话 觉得要稍微短一点 这个样子 如果你想勾17厘米的话 你就勾四组 勾八圈就够了 好吧 自己把这个中间 这个部分完成 这一组呢 参考前面第一组的勾法 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 勾四组或者四组半 你喜欢再宽一点呢 你就勾一个五组都可以 都可以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个呢 总共勾了四组半 也就是九圈 九圈 现在我们开始勾 最后一圈的花边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线 引发到这个两个锁针这里 哈 好的 一二三 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再勾四个长针 我们在这两个锁针里面 每个每一个这个空格里面 勾五个长针 好的 这里也是 看到吧 姐妹们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想这个花边往外面翘一点 就勾六个长针 哈 或者你在这里两个长针 勾两长针 两锁针 两长针 也是可以的 这个花边呢 大家自己发挥吧 勾在这个地方 哈 我这个呢 是勾的五个长针 大家自己把这一串勾完 勾完我来教大家 你可以跟我一样 我这个呢 是没有装流苏的 我们可以在这前面 随便前面 或者后面哪边 这个没分前后的 在这里勾 勾一排这样的流苏 勾五个六个都可以 先把这一串勾完哈 好的 前面们看一下哈 我这个流苏呢 已经勾好了一个 我们这样对折 对折这两边不勾哈 就是中间这里 一二三四五 总共勾五个 我这里已经勾好了一个 就是这个样子 中间的锁针呢 是五十针 我们先勾两头的这个花朵 一二三四 好的 勾四个锁针以后 我们在第一个锁针上 给它引拔 引拔然后 一二三 在这个圈里面 继续勾长针 七八 九 十 十一 加上起立针 总共十二针 然后呢 我们在起立针这里引拔 就得到一个这样的花瓣 勾完了这个花瓣以后 我们就开始勾锁针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大家自己完成哈 我这里呢勾了五十个 大家如果喜欢长一点的 你就勾六十个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个五十个锁针 勾好了 勾好了我们开始 一二三四 然后呢 回到我们这 第五十个 勾一个引拔针 在这个线圈里面 勾十二个长针 先勾三个锁针 一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个 好的 加上起立针 总共十二针 我也不知道十一十二 相差一针两针 没关系的 好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是五针 是吧 找到中间这一针 中间这个位置哈 大概是这个位置就可以 把这个给它穿过来 大家绑这个流苏的时候呢 跟我一样可以 两个一样的 也可以一个长一个短哈 这个没关系的 好不好 好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剩下一二三三个 大家自己完成 勾法是一样的 最后呢 要把这个线头 给它清理干净 好吧 姐妹们 后面的自己完成哈 今天我们这个 良用的微薄教程 就到这里结束 哈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拜 by bwd6